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7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中共官方公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长只有0.4% 比市场预期的最坏结果还要坏 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 造成这一危机的祸首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涉及民生问题 比如经济危机 债务炸弹 以及刚刚爆发的防贷风暴 会否影响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顺利连任呢 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只有一百天左右 专业人士普遍地分析 只要习近平不放弃清零 经济就难以恢复 有学者分析 习近平已把清零视为制度优势 个人成就 当作二十大顺利连任的一块招牌 如此它怎么可能放弃 但是四月份以来 中国明确呈现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引发党内外的普遍担忧 伴随着中国低迷经济形势的是债务炸弹 河南村镇银行四十万储户无法提款案就是一个信号 美籍学者裴敏兴在日清亚洲撰文分析 以河南村镇银行币案为例 四十万储户无法提款 涉及四百亿元人民币 令人对银行存款安全性 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他指出 这些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缩影 事件的处理也令人瞠目结舌 河南当局不但没有按规定赔偿最高可获得 五十万元人民币赔偿的储户 反而设法让他们晋升 最恶劣的手段就是把他们的健康码变成红色 让他们无法出行 7月10日 当数千名受害者聚集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门外抗议 当局却缩使一群身穿统一黑白衣衫之徒大打出售 专家指出 河南村镇银行只是因缺乏监管和腐败而爆发黑幕 中国资产规模约14万亿美元的近4000家中小银行 都面临类似的系统性风险 假如众多小型银行一起倒闭 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将直接冲击大型银行 中国目前爆发这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 从2011到2020年 中国之所以能避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平稳高速增长 但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债务炸弹进入倒计时 另外一个与金融关联的就是骤然爆发的民众去还贷款的房贷风暴 为什么会停贷呢 因为中国房地产行业违约企业的不断增加和金融风险的日益恶化 烂尾楼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所致 预购房屋的民众担心开发商无法按期交付所购房屋 集体决定停止支付购房贷款 结果业主停贷6月底在江西爆发 继而得到全国各地类似处境的业主们的响应 截至目前 全中国已有21个省份75到80个城市卷入了这场风暴 涉及楼盘235个 贷款机构面临的资金风险超过1万亿人民币 澳新银行则估计 烂尾楼涉及的房贷规模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2200亿美元 房地产占中国GDP的30% 房地产业假如崩溃 负责借贷的银行金融体系也将爆发危机 中国经济将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经济第二季创下自2020年第一季度爆发 新冠疫情经济出现28年来首次萎缩以来最低的增速 分析人士首先归咎于清零政策 其次便是萎靡不振的房地产行业 经济危机 战务炸弹 房贷风暴 环环相扣 形势逼人 抑郁在二十大以伟大领袖姿态准备第三次连任的习近平 又不愿意放弃清零 拆弹的任务肯定不清 中共所宣称的政绩很多往往都是闭门造车的数字 是拿给外界看的 根本靠不住 现在其极端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重创 但是中共国家统计局宣称 大陆第二季度GDP仍然是正增长 这一数据与财政部等公布的相关数据互相冲突 很难自云其说 多方质疑 中共又在造假忽悠民众了 7月15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声称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实现正增长 GDP为29万2464亿元 同比增长0.4% 上半年GDP为56万2642亿元 同比增长2.5% 但前一天 中共财政部发布的数据却显示 上半年财政市值高达50,534亿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7000亿 上半年全国税收85,564亿 同比下降高达14.8% 从财政部发布的这些经济数据来看 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经济的增长点 全是下降的 甚至腰斩 那么国家统计局说 上半年的那个GDP增长2.5%是从哪来的呢 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经发布就遭到民众和外界质疑 因为大陆经济本来就低迷不振 中共的极端亲临防疫政策更让其雪上加霜 仅官方数据就显示 封城长达两个多月的上海 第二季度GDP同比下跌13.7% 吉林则下滑4.5% 北京跌2.9% 海南2.5% 江苏1.1% 近来 中国大陆频频出现储户不法取钱 银行暴雷的现象 民众集体对房贷断供和停贷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经济惨淡之下 大陆失业率虚高不下 仅依据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 6月份 16岁到24岁人口的失业率就高达19.3% 创下2018年公布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 就业市场打零工的薪水也不断探低 每小时薪水只有9块钱 甚至5、6块钱 薪资水平已经直线推到20年前 有经济专家指出 工资价格在持续下滑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晴雨表 也是一个经济状况的一个反应 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失业 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的巨大问题 巨大的麻烦 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了 学术研究也越来越有风险 据大陆维权律师谢燕毅7月17日在推特披露 原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将于2022年7月29日在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 他因为公开发表揭露中共每年耗费巨额公款 养党的研究课题遭开除公职 又因发表敏感言论而长期受到官方关押和虐待 杨绍正2021年5月因为在网上发表政治评论 被贵州贵阳警察带走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坚实居住 被秘密关押半年后 再关押在贵州省贵阳市第一看守所 2021年12月27日被贵阳市公安局以删颠罪名 移送贵阳市警察院审查起诉 辩护律师于2022年1月6日7日会见了杨绍正 根据民生观察网消息 今年3月3日 贵阳市检察院将杨绍正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 起诉到贵阳市中级法院 杨绍正坚持不认罪 他认为 如果任由掌握公权力的人不受制约的枉法滥权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受到我的可怕遭遇 杨绍正1969年出生于四川省八中市 是中国知名经济学者 2006年起进入贵州大学任教 原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因为在海外发文批评中共每年耗费巨额公款养党 他于2017年被校方停止授课 2018年被开除 杨绍正在文章中揭露 中共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 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情况不改变 社会终究会崩溃 多子多福令人羡慕 但乱伦生育就不会得到社会认同了 世界首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公开的孩子有7个 但他76岁的老父亲厄罗尔·马斯克 经历也不输儿子 厄罗尔近日证实 与小41岁的妓女贾纳被祖登豪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而贾纳从4岁起就一直被他抚养 厄罗尔更表示 人类在世上的使命就是要繁衍生命 厄罗尔住在南非 是一名工程师 他与妓女贾纳被祖一丹霍特本已育有一子 现年5岁的艾略特拉许 如今厄罗尔承认 与贾纳在2019年又秘密生下一名女孩 孙圣最小的女儿 厄罗尔目前共有7个孩子 但仍比不上儿子马斯克的记录 厄罗尔表示 他与贾纳的第二个孩子并不在计划中 但他在艾略特拉许出生后就与妓女同住 他透露两人目前已不住在一起 不过彼此间仍有很深的感情 厄罗尔说 他没有检查于贾纳第二个孩子的DNA 但他长得就像我的其他女儿 他和艾略特拉许长得一模一样 行为也很像 这很明显 至于他又多出一个孩子 厄罗尔表示 我们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繁衍 如果我还能再有一个孩子 我就会这么做 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 但厄罗尔也坦诚 他的其他女儿对于他和贾纳生子很震惊 因为对他们而言 那是他们的姐妹 他们还是不喜欢这件事 还是觉得这很诡异 因为它是他们的姐妹 或是同母一夫的姐妹 厄罗尔1970年与超模梅耶结婚 两人育有三个孩子 马斯克是老大 两人于1979年离婚 厄罗尔1992年娶了寡妇海德 贝祖伊丹霍特 两人有两个孩子 结婚18年后离婚 海德的第一段婚姻有三个孩子 贾纳是其中之一 海德和厄罗尔结婚时 贾纳年仅4岁 没想到相差41岁的两人 竟会发展出一段妇女恋 厄罗尔和贾纳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消息 于2018年传书 据称马斯克得知自己的父亲 竟然与他从小看着长大的贾纳生子 令他暴怒 马斯克自己也相当多产 他与旗下大脑芯片新创公司 纽约令克的36岁主管 齐利斯去年11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后 累计有10名子女 但其中一名出生不久后即夭折 马斯克曾在推特发文说 出生率下降是至今文明面临的最大危险 他实在尽我之力协助化解人口不足危机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万维的报道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